整個楷模創生館它最重要的設計理念就是 創業家精神 透過拔地而起的這個印象 然後整個裡面是鋼構的 外面批附著碳化軟木的這種特殊材料 去象徵企業家的柔軟身段 與堅強的意志力 基本上它裡面是6mm厚的鋼板而已 不到一公分厚 非常薄 透過這樣一個折板的形狀 就可以創造出這樣的鋼強力量 人是可以爬爬的 在現場在焊接的時候 師傅是像攀岩一樣 降在空中慢慢把它焊接起來的 裡面跟外面我們都貼附了這個叫做碳化軟木 它其實材料上就是軟木塞 紅酒軟木塞 我們都知道軟木塞是不怕水的 碳化過後它就不怕火 所以它可以成為一個戶外材料 那這棟建築物採用碳化軟木 當成建築物的外皮 其實是全台灣首例 中國的上海士博 還有英國的蛇行義郎 他們都有把碳化軟木 當成戶外材料的案例 可是台灣還沒有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在花博 像剛剛呼應市長提到 在博覽會應該是要做前瞻的東西 我們拿了一個沒有用過的材料 來做個嘗試 然後再來這個軟木 其實它是全天然的 換言之它會被 如果把它扔到土裡面 它會成為植物的養分 它會被植物吸收掉 我們覺得用這個材料最棒的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它固碳 所謂一般講的釋放二氧化碳 比方說好我做塑膠的 我做食材的 我食材被開採出來的過程 它其實高度排放二氧化碳 再來是它被廢棄之後 無法被回收 它也是排放二氧化碳 那以木頭或這種炭後軟木來說 因為它是生生不息 一直長出來的樹木的材料在利用的 所以它一旦被人類使用之後 它是固定下來的 如果木頭不被丟棄的話 二氧化碳就不會被排出來 所以反而用這種自然材料 才是固碳的一種方法